我们在一起两三年了 我觉得我更像个男人 要处处让着他哄着他 他总说我对他不好 结果都是因为他对我太过依赖 不按照他的意愿就是对他不好 我觉得最近特别累 我也希望像个小女人一样被他照顾 希望他能够理解 他的情绪也很难控制 我觉得我们各自都需要冷静一下 各自多看到对方的好 有请旅队情侣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25岁来自四川职员 女嘉宾廖女士27岁来自四川职员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怎么一脸不开心的小廖 他平时的一些事情我很难忍受 所以想来这个节目 啥事情让你无法忍受啊 就是像他发朋友圈这种事情都会屏蔽我 有一次啊他和他朋友出去玩 各种屏蔽我 然后也不告诉我 就周围所有人都知道他和他朋友去玩了 就我不知道 当时我们吵架我为什么告诉你 不是你起码也要跟我说呀 你在跟我的时候你跟我说 我说让你跟我出去玩 你说没时间你很忙 因为我不敢带你出去 带你出去和我玩绝对会吵架的 你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 因为平时生活中你就这样 先别吵 先别吵 我问问啊 谈恋爱谈了多久吧 两三年 你们俩当时怎么认识的 朋友介绍的一起吃饭 然后 不是朋友介绍是介绍男女朋友的那种相亲式的介绍 还是介绍一个朋友 介绍一个朋友 介绍一个朋友 然后彼此都看上了 是还是不是 还是都没看上 是一个什么过程 他看上我了 是吗 在这你追的他 能这么理解吗 或者你相对比较主动 对 可以这样理解 追了多久 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马上就都公布了吗 大白于天下了吗 还是怎么了 起码我是公布了 他就是 生怕别人知道我和他在一起了 他会营造一个自己 好像还是单身的样子 我不是 我是不喜欢发朋友圈 我不喜欢修恩爱 那你也没有跟你朋友说你谈恋爱了对不对 我肯定要先了解了 稳定了我才带你给我朋友 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说 那在一起你也不反对 我就我们两个人先接触看啊 为什么一来就要 所有都给朋友指出呢 他就是属于典型的不接受也不反对 你懂啊 人家人家不主动 不拒绝 对对对 他什么时候在朋友圈里官宣你们的恋情的呀 从来没有 发过 发过一次 那也就是最近一次 最近一次 就两年多了 然后最近才发过 以前也发过你自己不记得 那你把该屏蔽的人都屏蔽完了 仅我可见 这么喜欢你一个女孩应该挺黏你的吧 特别黏我 黏到什么程度 有一点受不了的内容 我不管我在干什么 只要没有回答消息 他就会马上给我打电话 打不通一直打 找不着人直接来我家敲门找我 嗯然后影响到我家人的那些休息啊 你怎么管都会来 你听他说受不了你什么感受啊 他经常嫌弃我啊 然后经常说受不了我习惯了啊 但也会很气啊 但是还是习惯了 因为他动不动就会这样说啊 那你不走吗 如果走了离开他了 我也会受不了 我自己会受不了我自己啊 那我还不如让他受不了我 哦 这个逻辑特别好 我在这我恶心死你 我也不能恶心我自己 是这意思吧 嗯 哦 他的朋友都接受你吗 也我不知道啊 也应该还好吧 相处没有什么吵架什么的 其实主持人我朋友其实很怕他 我朋友跟我说过啊 他说你女朋友好凶啊 然后我不敢和他接触 但是我没跟他讲过 那你去看着说 你们俩试着分手过吗 试着分手过 分手多长时间 分了一个月吧 谁提的 他提的 分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分了吧 我回去 平时看着 小一个人在家里闹我 然后给关心我 我又很不习惯 我也很纠结 养成了 你知道吧 养成了啊 你又这后来谁提出的复合呢 也是我提的 因为我想了很多 我就觉得 还是习惯有他再好一点 这就要一比一打平了 你当时没有矜持的拒绝他一下 然后就就顺理成章的就合了吗 我也没有带着什么报复的心理 或者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 他既然想过要和好 那他一定是也想了很多 他应该也不至于什么 也不会再发朋友圈了 不带我一起出去玩呀 这些毛病他应该也会改 所以我就试着再重新相处一次 复合之后感情好了吗 没好 感觉问题更多 哪些问题说说吧 和他复合以后吧 我们天天都在一起 然后有一次 我不是在外面自己租房子吗 他就很晚过来找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然后一打开门 就一生的酒气 然后一进来就给他朋友打电话 就一副那种女汉子的形象 很不注意的形象 吊儿郎当的 然后偶尔还抱脸去出口 我就受不了 我给他说 我说你别打电话了 他看我实在不太烦了 他才给朋友说 他说我男朋友生气了 我就先挂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说 是因为我生气你才挂电话呢 然后他就不高兴 又过来吼我 吼了我之后 发现确实我没做错什么 他又反过来吼我 搞得我都不知道 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这个在以前有过吗 分手之前 他喝了酒经常做那种很奇怪的事情 他还做过什么奇怪的事 什么抱着那个猫跟他对话呀 聊天呀 有一次最过分是拿着他前男友 给他写的那个日记 在那儿哭 当着我的面 还哭了挺久 这不是哭不哭 或者跟不跟猫咪聊天 那我喝了酒的人 话肯定会很多嘛 大家都知道呀 爱说话嘛 那我回来我跟你说话 你爱理不理 就敷衍我 我不敢理你 理你 不是说个话你都不敢吗 那你跟我在一起干嘛 现在 我一说你就说你没喝多 然后跟我两个 本来就没有喝多 我喝多了 我能自己走回来吗 喝多了 我就只是想和你说话 也没有什么 但是主持人他就这样 一说到他站里他就 你就像个女孩子一样 我像个男的 我还得哄你每次 你父母见过他吗 见过 因为是他找不到我的时候 直接来我家里敲门 是这样见到 敲门说什么 敲门问我在哪 他给你打几十个电话不接 我不敢接你电话 有什么不敢 那你在家有什么不敢接 你就很搞笑 有一对妈说我为什么不接电话 那你没想过万一是有什么事吗 那你爸妈不尴尬吗 很尴尬呀 我爸妈后来也没说什么 也不好说什么 但我就觉得这样很 很影响我 你怎么介绍呢 你怎么说呢 没有那天是就生气嘛 上头嘛 然后我才去朝他家门呢 那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介绍了呀 他爸妈之前应该知道我 他说过 然后就也没介绍什么 我就进去我就说叔叔 那个啥那个他人呢 他进去没介绍直接找我 还和他朋友一起 对你爸妈对他挺上头的吧 我爸妈肯定害怕呀 这姑娘是不是脾气不好 特别不好 到什么程度 反正就是我不管我 做没做什么 他一只要自己心情不高兴 他就会骂我了 还有就是有一次 我他说他想吃火锅 我就带他去吃火锅 然后他就一直问我 他说这家火锅你哪找的 你是跟谁去过吗 我说没有我第一次来 他说那你怎么知道 后来一直追问我 我就说了 我说那是我前女友给我推荐的 然后他就不高兴一直不吃饭 他就一直发火 就完全我说什么他都不听 那你跟你前女友为啥要联系啊 本来是朋友呀 那我和我前男友是朋友 你愿意吗 那我没有抱着我前女友哭啊 不是我抱他哭了吗 我就是抱着他东西哭的 那我抱他东西啊 也不是抱他啊 我至少没什么 那我跟他没联系啊 我才敢跟你说呀 我说的是他介绍的 那你那个前女友喊你给他买狗粮 你跟我说你不买 然后你完事了 我看你手机 那你还不是买了 你为啥不敢跟我讲 我跟你讲了 你没说什么呀 我说不准买 我都跟你说清楚 那只是朋友 现在只是朋友 没什么问题 他难道买自己养狗 难道连买狗粮的东西都没有吗 对不对 能有那么多下次啊 还有他的手机 他老说我爱翻他手机 爱怎么样 他的异性缘比较好啊 他说他女性朋友很多 我就会 女生嘛都会问 这个女的是谁 那个女的是谁 然后他都 哎呀就朋友就朋友 结果最后慢慢知道 这个是他前女友 那个是他曾经的女朋友 那个又是他那个啥啥啥 你怎么知道是前女友 你自己说的 我没说 那你最后为我搬搬的 你看见我聊一个女的 你叫我搬了 那我也没聊男的呀 那我也没和我前男友聊男的 那我不可能没异性朋友吧 我不想跟你成熟 我问一下女生啊 如果这个世界上 许一个愿 这个愿望就能实现的话 对于他你有什么愿望要许 或者你希望他改变什么 希望他变成熟一点吧 有点仪式感生活 他对他前女友 可能有仪式感啊 他前女友生日买鞋子 完了我生日 他都 基本上不陪我过也不过 就一个生日嘛 我都不过你有啥好过的 就这种 然后什么节日呀 你给我说一个什么 是节日快乐也行嘛 你也不说 你从来没说过 要求他也不高 对啊 就是希望他能像正常的一个男性 哄女性一样的 哄哄女性 是的 不要老我哄他 行 好 你有啥希望吗 我就希望他脾气能好一点 不要莫名其妙地发火 搞得我 不知道 不知道他哪些时候真的 哪些时候假的 我看你们俩这个征服和被征服 打得挺有意思的呀 继续就好了 你们俩来干嘛 不能继续啊 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我就觉得 就是我正常朋友圈子 就是我的朋友的男朋友 女朋友嘛 他们都是两个人相互的 感情是相互的 不是一个人付出 另一个人就无条件地接受 不要觉得这都是理所应 但我应该对你怎么怎么样 就是让他改一下 能站在我的角度思考 你是觉得你现在在单向付出是吗 差不多是 就是我们俩出去吃饭 他问我吃啥 然后我都会想 他喜欢吃什么 或者他上次跟我说 他想吃什么 然后我就说 我今天想吃这个 其实我当时想是因为 他想吃 他喜欢 玩的话也是 他爱玩 我想去游乐园 他想去漂流 然后我还得就陪他去 得顺着看 女生说我一直在单向付出 吃喝玩乐都游着你 对吧 你想让他付出一点是吧 这段情感 你们俩未来怎么打算 或者你未来怎么打算 我本来打算是跟他能走下去 然后我主动去见他的爸爸 然后跟他的家人接触 但是后来天天在一起 我觉得他的性格有的时候 我确实是有点受表 你都见过他爸了 见过一次 聊得怎么样 然后还好 他爸还比较通气大力 然后他的性格可能是 也是被他把话宠的吧 就比较刁蛮的那种 他不讲理 跟他说事情 他不会跟你讲道理 只会先慢一两句 跟你吵 吵了再说 所以 每次问题都没得到解决的 所以今天来了 到底是说 从你的内心来说 我是找到一个跟他相处之道呢 还是如果我今天能摆脱他 彻底摆脱他 我就彻底摆脱了 哪一种因素占得比重大 可能更希望他的人 有一点改变吧 那还好 还是希望他变 是吧 这男生可能就这样 让你一位付出了 你还跟他继续交往吗 凭什么我要一位付出啊 我就是想要也让他也改一改啊 他要改不了 你是打算继续地这么恶心着他 也不放手了 还是说你要放手 我又想放手 又想恶心他 恶心他 我挺爽的 行 你们都乐了是吧 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 这个在我看来 好像不像是一段爱情 但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也许这就是爱情啊 因为我们作嘛 因为我们闹嘛 因为我们哭嘛 因为我们笑嘛 大概这种极致的 所谓的恋爱体验上 你们还挺着迷 对吧 男生说了 分开了我还受不了了 对吧 在一起我又很痛 这是双方共同的心理话 对吧 这么一段 分开了受不了 在一起又痛的爱情 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修比特问卷 其实刚才赵传老师 一阵渐血地 倒破了你们两个人 所谓恋情的实质 那就是一个字 桌 谁看谁都不顺眼 可谁也离不开谁 甚至两个人 都生活在前女友 前男友的阴影当中 女生我不知道 你抱着前男友的日记 当作现男友的面大哭 这是一个什么操作 就是那天不是他也说了吗 是喝了酒 然后我前男友 包括我家人 都是宠着我的 然后只有我对他 是我去宠着他的 然后我就会想到那些 然后就有点不开心 但我更多的看到 是你对这一段恋情 已经失望了 甚至已经 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在这之前很显然 你是把自己内心的安全感 建立在对另一半的 强势控制当中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 你们认为 你们两个人的情感 还有戏吗 还走得下去吗 我们说 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 这是两个人 能不能维系 情感长久的 主要的基础 但你们这个基础 荡然无存 我更多的看到的 你们现在面对的 要么是崩溃 要么是逃跑 我建议你们 选择后者 逃跑 就在爱情保卫转 各跑各的 各走各的 分手算了 谢谢余老师 来 余老师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生 至少在你的生活里面 不是天天的去喝酒 喝完酒以后 包括要找人聊天 要找不到合适的人聊天 要和猫聊天 要和曾经的记忆去聊天 你觉得目前的状态正常吗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这我特别想关心的 不是 对呀 你们在一起三年了 你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呀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 战友关系 但不是那个战友 是战斗的战 打来打去 有句话你就出卖了嘛 我就想恶心他们 打嘴架 也不开心 离开吧 又少点什么 那只不过是习惯了嘛 但是你们这样谈下去 我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你们自己也看不到 未来的希望 所以三年应该有一个了断了 如果这个状态延续下去 这是不是你想要 未来的生活 如果不是 断然分手 不要做什么调整了 因为你们已经做了 很多的调整 也做了很多努力 你们都在做努力 但是你们结果是内卷 是内耗 是不开心 是吵架 是厌烦 是尽量地躲避这个冲突 但是又躲不掉 还得继续战斗 但离开呢 又觉得好像少点什么 但是别忘了 如果你们只是靠着那一点点三年的记忆 和少点什么而活下去的话 终究有一天是被耗尽而背后分开 谢谢宇老师 恭喜老师 情绪的奴隶 情绪奴隶的奴隶 哎呀姑娘 怎么把生活过成这样 就是我都不知道爹妈怎么回事 又宠啊宠宠啊宠 宠到最后就宠成你这样 在生活之中 不知道什么是克制 不知道什么是忍让 你看你对人啪啪发脾气 发到所有人都知道你凶 一下子又冲人家里面去 也不管人爹妈在不在 一上头不管不顾 什么都做 人对自己若无控制之力 你的生活一定是崩溃的 你连自己都控制不住 你还想去控制它 人的气是可以克制的 人的情绪是可以掌控的 但你被情绪所掌控的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的生活里面 你有幸福感吗 你没有 那这种气有什么用呢 至于你 你要真的做不了 情绪努力的努力 你就赶紧的走 受不了就赶紧走的 好不好 就是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明娜老师 小姑娘 假如三岁的时候 是你这个样子 我们会说这个小姑娘 奶胸奶胸的乖好玩 假如17岁是你这个样子 我们会说小姑娘 刁蛮任性 也还怪好玩 如果27岁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会说这姑娘 再向泼妇靠近 已经不好玩了 她已经快成了 你身上的一个定格 27岁的女人 如果此刻还呈现这个状态 我给您的建议是 这一辈子不要结婚 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 才配走入婚姻 否则你将虐死这一家人 你刚刚有讲到的 有一句话很吓人 就叫做 我对她发脾气 因为全家人都宠我 就她不宠我 她不照顾我 我气 对吗 因为这男人甚至都没干别的 只是没有如你父母 你家人那般去宠你 照顾你 你就气了 跑到人家家去 砸门太冒失了 极其冒失 这一些 我都不用再去贫诉了 因为你不会再走进她家门了 她的父母不会接受你 在这一桩关系里头 你已经是 输得连一点点的余地 都没有了 你刚刚自己都说 我存在的 我就是为了恶心她 姑娘啊 你是一个漂漂亮亮的人 是什么东西才会恶心人呢 你是那个恶心人的东西吗 你把自己的存在意义 和美好的青春时光 全花在了恶心人身上 你把自个儿看成什么了 把宠爱你的父母 又看成什么 当成什么了 不要再没事去喝那么多酒了 假如酒后 你不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言行的话 因为本身你就是一个火药桶 酒精又会把你点炸 把你原本还可控的那一面 彻底变得不可控 这很可怕 好好检讨自己现在的生活吧 这都跟爱情无关了 这事关一个女人未来的人生 其他就没什么说 原地跌倒 原地爬不起来 别在这儿爬 这个男孩这儿 你别再努力了 放过他 而你一个没底线的人 就是他没边界 你没底线啊 你一次次的纵容 你既给不了他所想要的 你又不能稳定住他的情绪 你还纵容他 不停地伤害你自己 你其实也是在帮着他毁自己啊 所以今天是时候 把你的底线和边界 你得亮起来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随他去 你管好你自己 保护好你爹 你妈行吗 所以分手立刻 谢谢米达老师 谢谢老师 你说你有没有想过啊 其实在你接触的很多男生当中 这个算优秀的吗 算吧 他的优秀来自于哪 就我脾气很怪 他还会哄着我 虫着我 所以那不叫优秀吗 你为什么人愿意 跟一个烂脾气的人在一起啊 他没有任何的优点 我跟一个烂脾气的人在一起干嘛 好的人是能够帮助你成长的人啊 他不优秀啊 这个男生到现在为止真的不优秀 就是米达老师说那个底线都没有 我听着其实挺可怕的 就是 这要是我儿子找到女朋友 就我都没见过 突然就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 我就教育完全失败 我这当爹的脸都没了 这太可怕了 这太可怕了 喝完酒之后抱着前男友的日记本在那哭 当着现男友的面 这是对别人那种内心多大的一个健谈 就你根本眼里就没有这个男人 快跑吧 你驾驭不了 就是我们讲一定要驾驭嘛 所谓的驾驭是什么 你觉得跟他谈恋爱是让你变好了 让你变糟了吗 我觉得挺糟的 你都还不赶紧跑 一起进入 之前的那些脾气是什么的 我会慢慢改 如果你觉得我改不了 或者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再接受你之前和你那些事情 那就 就两个人再考虑一下 我觉得其实在这段感情中我们两个人都过得很累 我要考虑你的感受 你要考虑我的感受 然后我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你什么时候就会炸掉 我随时活在一种神经错乱的那种世界里 其实这样子对我们俩 没什么意义 没有那种幸福的感觉 两个人在一起恋爱不应该就是幸福的吗 我们俩就是感觉像冤家一样 随时吵 随时打闹 但是没有那种甜蜜的感觉 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的话 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了 电视提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61 情感困难过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伯红兄预测一下结果 这对恋爱人即便走在一起也不可能幸福 散了吧 双不出 余老师 这段感情在一年多的时候最应该分了 而不是第三年 所以会合也要学会分 他们双不出 两只热锅上的蚂蚁 双不出 双不出 这是你们的心愿还是你们的预测呀 我觉得他们俩也到尾声了 就是他们的这种能量已经释放完了是吧 父亲 来 请开门 咨询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